在安大略省汉尼尔顿市 一个开创全省先例的法规诞生 旨在保护租客 不被房东以翻新房屋为由驱逐 这项法规要求 房东在进行重大翻新前 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证 费用大约700加元 这项法规在市议会通过 意味着业主在计划拆除 维修或转换租赁单元时 必须遵循更严格的程序 华铁卢大学的Brian Dusset教授认为 这是一个运动的开始 毕竟安省其他地区也将跟进 这对租客来说是个好消息 首先保护租客权益 新法规旨在防止房东 以翻新为借口 非法驱逐租客 另外租客在房屋翻新后 有权回到自己的家 并且通过对翻新过程的监管 租客可以享受更稳定的住房环境 对于房东而言 这意味着更多的规范和成本 他们需要申请许可证 增加的成本可能迫使房东提高租金 以覆盖额外支出 汉密尔顿市第三选区议员 Randerman指出 这项法规受到了 BC省New Westminster类似法令的启发 这也是安省住宅租赁法的补充 他将强化租赁协议中房东和租户的权利 对于汉密尔顿的租客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但同时 房东现在可能要面临更多的 行政审批工作和成本